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曹房 这是一个说老戏古故事和温故华语影谈的地方 那么今晚我想来点曹蓉的故事 他是第三十三届金马奖最佳动作指导的获得者 是成龙电影背后的幕后英雄 他是西游记后传里的孙悟空 他就是曹蓉 作为鬼畜大篇鼻祖西游记后传 这部经典鬼畜剧作承载了80、90后的集体回忆 上世纪90年代 香港电影百花齐放 为武打片独占凹头 曹蓉在香港武行界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 他起步于成家班 成长于洪家班 是成龙电影御用的武术指导 与他合作的演员有成龙 李连杰 洪金宝等一线大咖 身为幕后工作人员的曹蓉 并不被观众所知 但说起他曾作为无耻的电影 你一定看过 黄飞鸿知西游雄狮 霹雳火 一个好人 无一样不是卖作的佳片 只是比起拍戏 他更喜欢做幕后英雄 曹蓉 196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十几岁便加入武行 赶上了香港武打片 最辉煌的时代 但碍于香港武行的大环境 武行在剧组的地位低 不受尊重 甚至有的剧组 直接将武行的工作 整体外包给有资源的包工头 为了激活 制片方会把价格压得很低 一些武行拿到的收入 只有市面的三分之一 曹蓉一边被压榨 一边想着 如何能在武行混出头 曹蓉21岁 遇见了他的第一个贵人 徐晓明导演 凭借着自己的武打本事 打下了第一个荧幕角色 《秋野俊男》 少年时期的曹蓉 虽然长相俊秀 但毕竟是新人 无奈没人力捧 他只能默默无闻地 继续着龙套生活 有角色就上 他常常跑于各个剧组 在剧中呢 担任一句台词 甚至没有台词的龙套角色 累了 直接躺在片场的地上 打个盹 午饭还没吃两口 剧组一声开工 他便放下碗筷 充当剧组里的武打师傅 抱着边演边学的态度 凭借着对演戏的一腔热血 呵护着心里那颗 永不磨灭的小火苗 机会 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身处演艺圈 这种特殊的行业 除了自身的努力 机遇更加重要 1987年 曹蓉遇见了另一位 改变他命运的贵人 成龙 成龙有一次在片场 看见曹蓉的武打动作 游刃有余 拳头打得不仅漂亮 还有力度 于是 邀请他在自己的电影 飞龙猛将 饰演一名打手 虽然戏份不多 但得到成龙的赏识 于是曹蓉 加入了成家班 成为了一名武师 加入成家班后 曹蓉参演了多部影片 神死官 虎威猛龙 叶某先生 在众多的角色中 让老曹记忆深刻的 是在李连杰版的 《倚天吐龙记》中 他用龙抓手 跟李连杰大战 数百回合的少年武僧 原因所说的 雷人台词 这句天雷滚滚的台词啊 至今被众人拿来搞笑 在这些不温不火的角色中 曹蓉默默地用心演绎着 他总觉得 以自己的武术功底 一定会打出一个 属于自己的世界 终于 1997年 凭借贺岁片 《一个好人》 曹蓉获得了 第3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动作指导 曹蓉成为成家班为数捕多 独立获奖的武处指导 这也是他演艺事业上 获得的最高奖项 当时曹蓉的普通话不太好 作为见证香港回归的 第一代香港人 普通话也是自己的母语 如果有幸获奖 他该用普通话 怎么讲感谢词 所以 只要有时间 他总是拿着写好的小纸条 反复地练习 阅读 好笑的是 甚至上洗手间的空档 都不忘读两句 结果颁奖嘉宾 喊到他的名字是 曹蓉又激动 又紧张 普通话说了两句 后面全程越语 讲的是 一个好人也是一部好片 陈家班的草笼 很简单 不常得证 哎呀 坏了 我要多谢红金堡大哥 成龙大哥 领奖的时候实在太紧张了 根本说不出普通话来 一不说不行了 怎么办 最后没办法了 马上用约语说 多谢红金堡大哥 成龙大哥 不说不行啊 只能说约语 这个也是我电影事业的一个小插曲 拿了金马奖最佳动作指导的曹蓉 以为有了奖项的加深 未来的系录会越来越宽 作为演员的选择也会更多 殊不知 获奖并不意味着接踵而来的机会 能落到自己身上 90年代末 动作片开始走向末路 风月片崛起 伴随着香港电影市场的日渐衰落 和拍片盛起 经过考虑 曹蓉开始转战内地 曹蓉进入内地市场的首部作品 是在2000年《西游记续集》中 饰演的魔王太子 殿下 请 不用请 叫他出来 家伙 你知道吗 他还有个大徒弟 就是500年前大闹天空的几天大战 谁敢惹他 并担任剧中的动作指导 凭借此片 他获得了业界的赏识 也多了很多机会 参加完《西游记续集》拍摄的曹蓉 对吴臣笔下的宋悟空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试问哪个男生 不想做一次宋悟空呢 趁热打铁 拍完《西游记续集》 他很快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准备开拍《西游记后转》 2000年 曹蓉自导自演的电视剧 《西游记后转》横空出世 剧中 他直接饰演了宋悟空 同时担任剧中的动作指导 此番上映后 曹蓉不免被拿来 跟六小林同老师的宋悟空做比较 只是六小林同的宋悟空 伴随着几代人成长 在观众的心里 六小林同已然成为了宋悟空的化身 曹蓉 孙悟空的形象一出来 只收获吐槽一片 再加上一个镜头重复三遍的雷人设计 被誉为鬼畜界的鼻祖 剧中的台词更是雷倒不清 曹蓉实验的宋悟空碰到妖怪 总要来一句 我还没倒你就倒下了 虽然吐槽不断 但也收获了超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毕竟一部电视剧 无法做到让所有人喜欢 而喜欢《西游记》后传的观众 认为剧情烧脑 特效尖禁 非常值得一看 伴随着褒贬不易的声音 曹蓉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面对大众最多的吐槽 每次的打斗场面都不断的重复 像连环画一样的播放 每一场动作戏 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 曹导曾在微博发文解释 因为当时的投资方 找了个两万字的剧本 就找他当导演 剧本内容不够 加上文字叙述的场景 当时根本达不到 因为签订了协议 所以不得不剪辑出重复的镜头 去添补长度 这是他影视作品的最大的遗憾 或许去除多余的重复的镜头 少了资本的强行注水 这部作品或许能达到更高的高度 伴随着喜游参半的西游记后传 一片叫好 一半吐槽 当时的曹荣身心疲惫 比起做演员 他还是更享受做母后 所以拍完西游记后传的曹荣 开始转向幕后 做回了武术指导的老本行 2020年 让曹荣没想到的是 20年后的今天 西游记后传 在各个短视频平台打爆 伴随着我们成长的童年回忆 西游记后传 经过曹荣导演的重新剪辑 只有故事的精髓 好看的舞蹈场景 想看的话 搜索西瓜视频 找到曹荣老师的IP 可以看一看 没有鬼畜版本的西游记后传 如今 鲜少露面的曹荣老师 作为老一辈的香港演员 见证着祖国的发展 跟变化 2020年 疫情牵动着每个国人的心 曹荣老师 曾多次公开支持 默默付出的医务人员 我们感谢每一位 向曹荣老师发声的演员 他们值得被这个时代记住 值得被我们记住 如今淡出屏幕的曹荣老师 我们仍然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 能带给我们惊喜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